那我们一直把这个flux的redux对比成叫IP Adapter 它在很多特性上也非常的像 比方说如果用了redux之后呢 提示词其实是不起作用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一点 下边呢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来构建一个flux的基础的工作流 然后我把宽高改成1024 标准的flux的分辨率 然后呢我们来增加采样器 我们来调整一下参数 下边呢我们来增加这个模型 大家注意啊 模型的所有添加点 当然你可以用styleapply 这样的方法去搜 搜到这个对应的节点 这个节点在哪呢 你需要知道啊 你可能去找这个包的话 或者说你很难去找到它啊 它其实在add node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conditioning 这有一个stylemodel 那么这里边呢就会有这个对应的节点啊 那下边我们给它连上 condition呢这个是从3.5这个地方出来 然后连过来 那边呢我们来上传一张图片 这有一个白衣飘飘的美女啊 那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来增加一些其他的描述啊 比方我希望把它转化成一个动漫风格 我加入这样的提示词 那这个提示词呢 其实是说是漫画卡通的这样一个风格 那我们加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啊 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几乎呢风格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虽然你这写的是漫画的风格啊 那比方说呢我们再写一个这个 dhibli的风格 那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呈现出来 对啊这个提示词呢 才是我们的叫动漫风格啊 或者你看到的动画片的那个风格 然后呢我们来好一下 这个呢会好一点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flux模型啊 对于这个单词就是动画啊 这个单词它其实很敏感啊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在生成一些人物的时候 虽然你写的是一个写实性的人物 但是它动不动生成出来的 就是一个动漫人物 所以说呢我们也能知道啊 就是这个动画形对于animate这个单词呢 应该具有某一些倾向性和偏斜性 所以说呢我们加了之后 你注意啊 这个人物是有一些风格变化的 虽然它还是个写实的 但是呢它会有一些动漫的这个效果在里边 但是不管怎么讲啊 就是说当你用了这个叫style model之后 或者叫redux之后 那么你的提示词呢是不起作用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相对于ip adapter来讲呢 它的能力呢就削弱了一半 因为ip adapter是可以调整强度的 可以用遮罩 对吧 但是这个redux呢 它好像就没有这样的特性啊 所以说呢有这个开源界的大佬 就开发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啊 叫做advanced redux control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高级的控制 让这个redux呢 能更好的控制它的强度 让你的提示词呢 变得更有效果啊 或者让它起作用 那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先要装这个扩展啊 这个扩展安装很简单 它呢就是增加了两个这个style apply的节点 所以说本身呢也不需要装什么依赖 你只要把这个克隆下来 然后重启你的config就可以了啊 好 下边我们装好之后呢 你大概能看到这样两个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conditioning 也就是条件里边 同样是style model 你注意啊 除了最原始的这个之外 有一个叫style model apply simple 还有一个叫redux advanced 那我们先看最简单的这个 这个跟这个很像啊 它唯一多了一个就是image strength 也就是你这个照片的强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呢 照片的强度就太大了啊 那我们可以换一下啊 注意我把这个连过来 那这个节点呢就没用了 它默认呢是medium 那如果我们可以选成heist 就是最高的这个 大家注意啊 这个跟刚才的效果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强度 那我们可以调成一个叫medium啊 就是中间的 那这样它的强度呢 就会有效的降下来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生成的效果 哎 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确就变成了一个动漫的风格 那我们再切到 刚才我们说的漫画的风格来看一下 对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提示词呢 换成一个漫画风格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 这里边其实并没有任何具体元素的描述 它就是一个风格的描述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也可以完成一个比较好的转换 再看一下 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风格啊 这个风格虽然有点怪啊 但是呢 它的确是做了一个这种 简笔画的漫画风格的一个变化 姿态呢 和之前呢 也差不多啊 那之前是一个唯美的 现在是一个可爱的 所以说呢 我们会发现啊 随着不断的抽卡 你得到的这个人物呢 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那这个就非常的漂亮 但是你会发现人物的这种形态啊 它的姿势都是继承我们这个提示图片的啊 所以说这是这个节点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大家注意啊 我现在把这个提示的风格改成了大理石啊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一个大理石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美女啊 它其实像一个雕塑 对吧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写一下像青花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词 我改成了一个青花词风格的艺术品啊 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女孩 这个我们同样是用提示词生成器来生成的啊 完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采样之后的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对吧 很多的这种东西呢 可能我们很难说 你去用语言描述的很清楚 可能我们需要用图片加上提示词 这样才能做得更好 然后你可以适当的调高 比方我们调成嗨 然后再来生成一遍 那在嗨的时候呢 这个提示词的强度呢 就会降下来 而那个图片的强度 就会有效的得到一个提升 那这个时候 你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中间结果 但是也有可能呢 是特别偏向于那个提示词的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啊 这个呢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它呢 是一个青花词的质感 对吧 然后你去看皮肤啊 但是呢 它又特别的接近真人 所以说呢 大家会发现 它有很多的这种玩法 让我们觉得这个特别的有意思 这个你自己去试就行了啊 这是一张图片的情况 那两张图片呢 原来我没给大家做过啊 那之前在传统的Redux里边 是这样去做的 就是我们要有两张图片 比方我这儿有一个宫殿的 一个美女的 然后呢 我会用到一个节点啊 就是makebatch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连上 粘过来 然后一个batch直接给过来 然后我们去采样 但是你注意 在这个高级节点里边 它是不行的啊 它会提示错误 那正确的做法 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这样做 大注意 我还是把这个调成medium啊 这样的话呢 会更加中庸一些 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连过来 下面你要注意 我把这个节点呢 Ctrl C一下 然后Ctrl Shift V 把它连过来 这样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连线 可能都是保持好的 下边呢 我们调整一下 我们将这个条件的输出啊 连到这个的输入 然后这个连到采样的正向提示词 Model是共用的 但是这个呢 是需要有一个单独的 Clip Vision Model 但是呢 它这个Model是共用的啊 这不是提示的这个图片呢 需要有一些变化 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我们来选一个 充电的这个 然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连上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稍微摆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样的话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现在我都是medium 那我把提示词全部干掉 叫什么 没有提示词啊 那就是看这俩怎么融合 然后呢 我们来生成一个 来 再看一下 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图片 有没有发现啊 非常漂亮啊 一个中式宫殿里边有一个美女 她的姿态和我们之前的那个 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生成一下 要看一下啊 这个女孩的姿态 是吧 那有人说这个宫殿好像不太像啊 其实呢 是因为我们是medium 其实你去细看这个人物也不太像 他只是呢 参考了这个人物 那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话 那其实可以去调一些 比方说那我们把这个调成嗨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手上有两个女孩啊 但不管几个 但是你注意这个宫殿的整个的风格 跟我们的参考图就很像了 对吧 啊 我们可以再生成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很漂亮 对吧 那整个的这个风格也比较像 你注意最漂亮的应该是哪呢 其实我之所以选这张图片啊 是因为这儿的这个光影啊 太阳照过来 这个光影 那你看一下生成的这个 是完美了继承的这个光影的艺术 这个女孩的影子呢 投在地板上 非常的漂亮啊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啊 当然了 如果你要把这个也变成嗨的话呢 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啊 我们肯定还是要让一方去适应一方 另外你要注意这里边 如果你是写实风格的进行融合的话呢 它的比例很重要 所以说呢 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两个图片都是1024x1024的 那你生成的这个 尽量也是1024x1024 你说我就要生成一个1280x720的 就是它不是一个等比例的 对吧 这俩等比例啊 但是这个呢 你写了一个宽屏的 那这个时候的效果呢 可能会出现 我们说的叫比例失调 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失调 我们通过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这样去看呢 你觉得可能还行 挺漂亮啊 但是你注意这个女孩的身材比例 它是拉胖了呢 能感觉出来吗 它上下的这个比例是失调的 其实你续看这个宫殿的比例也是失调的 但是由于中国的这种宫殿 你用这种视角去拍 它即便拍出来这样的一个 发生的效果 它反而比较好看 但是这个人它就不一样了啊 这个人它一旦比例失调 你去细看 明显这个腿好像短了一截 对吧 所以说呢 大家尽量呢 还是采用一个相同比例的啊 就是 呃 你要是方的 你就都是方的 你要是16比9 你就都是16比9啊 别出现 那个 这边是方的 那那边是 这个宽屏的 或者是一个竖屏的 那这样的话呢 都会导致整个最终的那个图片比例失调 那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那大家看一下 结果的女孩的这个身材就比较修长 呃 宫殿的比例呢 也是非常棒的 另外你要注意在写实下边的话 是可以加laura的啊 比方我们加一个小红书的laura 这呢 我们给一个0.8 然后直接生成 大家看一下 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你会发现这个图片质量不是特别好 那我们需要将这个给他调一下啊 调成这个 DIS 加上 β这个方式 再生成一遍 大家注意啊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啊 这个总是一左右 有两个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提示词给他增加进来 比方让我们写上 beautiful girl standing in chinese alice 一个many的女孩站在中国的宫殿里边啊 因为现在呢 你这个 这是medium 所以说提示词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啊 那我刚才使用空提示词的时候 在没有加laura的时候 这个效果是有不好的 但是加了laura之后你会发现啊 他出现了异常 呃 那我们也尝试去调了 那你会发现也不行啊 所以说呢 永远不要忘了是图片和提示词配合啊 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要注意啊 加了laura之后呢 对于整个的这个构图会有一些变化 你比方说我们说的那个投进来的光影 或者是整个的图 或者整个宫殿的这个布局 你会发现跟参考图就不是特别像了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直接改成medium 因为他没有办法和这个保持高度一致 在你加了laura之后 所以说你就干脆啊 两个都选成medium 这样的话呢 反而会使构图更加自然 但是相似性呢 会降下来 再看一下 这个就比较好看了 有点走形啊 不用去管了 我们就别一个一个去试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宫殿人物 其实都不是特别像啊 laura的这个效果也能提醒出来 只是说不太稳定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节点的用法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Redux的高级用法 你会发现的确有很多的特殊的玩法 非常的有意思 好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